杨子和肖战主演的余生,请多指教,从筹备开始就备受关注,在观众的千呼万唤中终于开播了,特别是两位主演肖战和杨子对角色的理解和解说时,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角色的触动和人生的感悟,剧中林之孝有着一位和自己青梅竹马的诗歌,而顾魏也有着与之相处十多年的亲密搭档,但是,林之孝却和顾魏相应, 相遇了,相爱了,茫茫人海中,顾魏和林之孝的相遇就是有缘来相会,他们的相识是一种偶然,亿万分之一的那种偶然,所以爱情与先后无关,只和感觉有关,杨子说出了为什么林之孝没有与青梅竹马的诗歌擦出火花,却与高冷的顾魏产生了爱情的原因,很多时候你会质疑这份感情的位置,更多的时候你更害怕失去这样一份青梅竹马的感情,所以,小编觉得,林之孝对于 诗歌的感情也会有这样一种感受,而剧中诗歌的扮演者却说,有时候爱情的错过是因为错过了好的时机,没有和林之孝发生爱情,只怪当时年少无知,没有很清晰地定义这份爱情,更没有直面勇敢地去面对这份爱情,表达自己的爱意,等到想要表达的时候却发现,所爱之人已经心有所属了, 于是只剩下遗憾,遗憾自己没有为爱勇敢,突然想起了刘若英的那首,后来,后来,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,可惜你早已远去,消失在人海 爱情的付出也不一定都会得到回应,喜欢的人也不一定会领会到你的真心,但是,你不付出就一定会有回应,你不表达你爱的人就一定不会知道你的真心 所以在爱情面前请不要胆怯,做一个勇敢面对爱情的人,在喜欢的时候大胆地表达,不要因为你的沉默而错过属于自己的爱情 最后小编想说的就是,余生不长,请好好相爱